男性王力宏被妻子李靜蕾發問指控外遇、召妓 優質偶像人切一夜間跌落谷底 兩人的婚姻關係也備受討論 到底如何能撼出另一半是否有劈腿的性格 據The Mirror 報道 很多人經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另一半欺騙出軌感到萬分心碎 心理學家艾肯日前就在IG貼出一段影片 跟大家談論另一半劈腿的時候可能出現的跡象 艾肯表示當你和其他人外出對象就莫名懷疑你劈腿 或者覺得你在背著他和其他人偷偷聊天的時候 通常這種情況就表示他們也有做相同的事 艾肯說這種情況在心理學上叫做投射效應 例如自己喜歡說謊 就會懷疑別人也在說謊一樣 但他表示 這個判斷標準是建立在你自己沒有出軌的前提之下 如若你有出軌前科 另一半有懷疑和猜忌也是合理的 艾肯也說 他只是提供其中一種判斷依據 並不代表所有人都會這樣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另一半有類似情況出現 可以多加留意 不少網友看完之後也紛紛認同地說是真的 不過也有人反駁 認為或者對方的猜忌 只是源於不安感和照類 不一定就代表出軌 也紛紛認同地說 就是在那邊 感谢观看